19号很甩蝶式阴霾 可以看到海面上一片红通通 除了台积电重回涨势 获回三雄也震荡走高 其中长荣海运收在236元 创下历史新高纪录 航海王19号吹起反攻号角 长荣大涨超过5% 收在新天价 阳明万海也跟进上涨 让不少学手们眼睛发亮 高喊套了好久 终于可以退租了吗 长荣再次荣耀梦回2021 毕竟这个海运股 是一个循环周期的产业 所以说他每一次循环 其实都拉得很长 如果说投资朋友的这个持股 包括像是你的成本 是比较高的话 那其实可以顺势的利用这一波 来做下车的动作 航海王会这么强 除了长荣前三季 税后成益1087亿元 找出亮丽成绩单 还有中东地缘政治 以及川普关税预期心理 川普选前就扬言要针对 进口品 课征高额关税 当选后 更激起市场抢仓潮 市场对于川普 可能的关税措施 充满警惕 也认航运股短期需求很旺 直到甜头 也有望继续激励台股 不只国泰市华营经济学家 林启超看明年是乱世繁花 台股有望上海25000点 群艺更大胆预测 台股明年高点将挑战26500点 但川普仍旧是最大变数 三玄 陈氏手 刘富辞 台北报道